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今天都会宣布 到今天为止 我们估算大约有440万香港人 其实已经是受感染 而绝大部分也都已经是很紧 或者是正在康复或已经已经康复了 我们到4月21日 也即使是昨天政府宣布的路线图 希望在那天开始放松社交距离的措施 到那时 其实我们应该是去到三位数 每一天的感染数字 不是确诊 而是感染数字 那你到了那个时候 你有两个抉择 选项一 就是说你回到清零 假使你是选择行选项一的 即是说回到我们第五波之前的清零状态 你是需要做以下的事 包括全民检测 我亦都去详细解释 假如你做全民检测 你是有什么仔细的考虑 是在之前 无论国内或国外 都未曾是有这个经验的 包括是不会是一个 已经有六成人口 已经是受感染 而是康复了之后 你有一个叫long shader 这是全世界没试过 不是不可以做 不过是大家要有这个考虑 好了 那这个是选项一 假如大家说 不是 我不想选项一 我觉得 看完所有因素之后 是要选项二的 即是说 去继续走这四成的路 去这个所谓 混合免疫 选项二的 你就是要 在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你最大的目标 就不是说 真是将最后一个患者 都去找他出来 那即是说 你最大的目标 就是好像我们现在 那个所谓的重点 三减 就是减重症 减死亡 减我们对于医疗系统的负荷 希望呢 是去做好这个 埋向风土病 那条路走的呢 你就要做以下的事 包括 很紧要很紧要 打针要到位 而是急不用援 那而证据 我也都给大家看了 药的分派 是要更加利文辩文 我今天出来 不是去帮香港选择 选项一或选项二 我今天出来是告诉大家 不应该等到4月21号 才来选择 因为我们在被动式 经过这两个多月的第五波 是十分之惨痛的经验 我们是要做好预案 凝聚共识 选择 选择之后 做好最好的准备 跟着我们这条路去走 我是医生 我是科学家 我可以给 证据出来 我可以帮大家 做一个基于科学的推算 沙盘推演 这是我们可以做 和应该做 但是科学 和医学上的考虑 只不过是整体社会 其余 加在一起 需要考虑的因素 可能是一大部分 可能是一大部分 但是绝对不是全部 因为里面还有经济 民生 接受程度 甚至没有政治层面的考虑 这些我是不懂 我也不会去告诉大家 在模型里面 懂得如何去做这些的运算 所以两条路都是难走的 两条路 始终都会变成一条路 我再说一次 选项一是一个中途站 选项二是选项一你走那条路 走多两步就是选项二 所以是大家都是那条路 不过是讲时间性的问题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 我们是给了两方面 有需要的挑战去克服 有哪些好处 尽管是难的 我们都应该是要很清楚 理解当中的理由 的原因 和我们怎样可以走到一条路 所以我们都应该去做 这条路 是一条路 第二条路 是一条路 是一条路 很远 都应该走那条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